好多天没更新了 今天更新一个日常视频吧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新疆的阿拉泰 我在阿拉泰市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是合租的 你们问真的会有人一直滑雪吗 问一下他 你滑了多久了今年 八年 我说今年 你就说今年滑了多少天了 今年我是12月底才来 然后休过一天 12月底到现在就休息了一天 然后每天都滑 每天滑多少公里大概 三四十吧 三四十公里 天天顶忙顶忙选手 就是每天雪场的第一趟所到 他绝对是要是要去的 我要去吃面条 雪场有面条 面条雪 我们这会准备吃早餐 吃完早餐 然后去滑雪场 昨天下过雪 吃完早餐出门 我们每天出门都是直接穿着滑雪服 然后去雪场 这是谁的杰作 给你们看一下 请问这是谁的杰作 在我手上给我画了一个小猪佩奇吗 上面全是冰渣子 好冷啊 你拿着手套 要不很冷啊 没事我手套在包里边 这个稍微铲一下就可以 这是谁挂的 今天的气温是零下14度 一般下过雪之后会特别冷 然后玻璃上都是冰花 现在车还没有热 等车热了之后 才能把这个冰花给吹散了 我们租的房子离雪场三公里吧 没有三公里 有没有三公里 差不多 反正很近 我觉得阿勒泰这边 就阿勒泰市区这个将军山滑雪场 是所有雪场里边最方便的一个吧 住宿的话 相对来说 因为住宿租的房子也不贵 到雪场的停车场了 然后我的室友发现 他的记卡没有带 赶紧回去拿卡吧 我在荧光道等你 记得来捉我 今天的天气真好 昨天下过雪 然后今天清了 在这边天天滑雪的人 每天都会把自己的雪板扔在这里 跑到我的雪板 然后拿着雪板上山 今天虽然很冷 但是阳光特别好 这样的天气滑雪是不会太冷的 然后脸上得贴上这个防冻贴 雪镜必须要带上 不然的话眼睛被这个雪折射的这个光呀 眼睛都睁不开 我们到山顶了 给你们看看这边山顶的一个风景哈 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 这边是阿勒泰的江泉山滑雪场 然后这都是山顶的风景 一眼望过去啊 全都是雪山 然后在雪山的下面 看那里 就我手指的方向 那里能看到的房子 这边房子全都是阿勒泰的市区 在这里可以看到阿勒泰的全景哈 给你们看看这边的雪道嘛 这边上次有几条雪道 我这样每天啊就滑这个道 这个道下去是三公里 三公里滑个石烫 滑个石烫也就是三十公里 然后我就回去了 每天都是 在山泰的城市中 就算浪费了 当中 Blood 在海南里面 我们看到益子也不 didn't 采放这边 在山寨 在山寨 那里面 你嫌碰 你 港湖 我 我 我 每天的日常就是滑一天的雪 然后等一个江军山的落日 待会儿带你们看一下江军山的落日 新疆这边天黑的比较晚 这段时间每天是九点钟天黑 然后雪场的话是会开到六点半 然后拉网压雪开夜场 我的卡是划不了夜场的 每天的六点半雪道会把网给拉上 然后等压雪机压雪 江军山的落日特别好看 但是今天云太厚了 把太阳给挡住了 平时没有这么厚的云 这一片都会红起来 特别漂亮 今天估计是守不到落日咯 这就是我每天生活的日常 天天都是滑雪 最近这边太冷了 人去的地方太少了 所以应该最近就不挪窝了 每天滑雪的话真的没什么好拍的 准备再滑几天 然后去一趟和睦跟喀纳斯 今天本来想拍个落日的也没拍到 回去了 回去吃饭洗衣服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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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